2月4日浙江省乐清市宣布 当晚6点起 全市所有动车站、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等对外交通 一律暂时关闭 乡镇之间、村之间所有通道一律暂时关闭 全市所有企业一律停工 非群众生活必须商品、商场一律停业 学校一律不得开课 当天宣布进入封城模式的 还有河南郑州、浙江杭州、温州、山东淋沪等 这些城市虽然没有到完全关闭交通的程度 但都已经开始封闭式管理 作为疫情的中心 武汉的形势依然严峻 尽管整座城市已宛如空城 但协和医院的门外却大排长龙 排队等待病毒测试的民众一眼望不到头 还有不少已经出现明显病毒肺炎症状的患者 被医院和社区街道踢皮球 无奈在家中自行隔离 检查了呢 检查了呢 我拍了CT镜子 双肺感染啊 啊 他跑不动气啊 他去医院不收啊 医院不收啊 检查了一个河南郑州还没去结果 检查了三天 早了见了 见到不管谁啊 现在说你非要结果出来才行 從中國大陸民間流出的許多政區都表明 中共對疫情嚴重瞞報 使得新型冠狀病毒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加舉蔓延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